大家好,我是港珠 又到了每个月初 跟大家看看英国的租金指数时间 今次一如以往,我会看两个机构他们提供的数字 第一个来自HOMELAT 而另一个来自SUPRA 希望从两个不同角度 跟大家看看英国在过去的一个月 即是2024年5月的租金走势的变化 开始前卖的广告,记得留言、赞、订阅和分享我这个频道 除了YouTube之外,我的节目都会在Patreon这个平台上发表 是没有广告和人会比YouTube更加做发放 欢迎大家上去看看成为会员,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先看HOMELAT这个机构的数字 他们是帮业主和租务代理去做租钱核实工作 所以他们是掌握了最新的租药 即是这些成交的租药 他们的数字 可以反映到最新订的租药 他们的租金变化 在2024年5月 平均租金全英国是1297磅 这个数字只是在数字意识不大 因为全英国那么宽的地方 一个平均数大家觉得可以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过深入去看下去 最重要就是看看它的变化 原来按月只是轻微升了0.2个百分点 而按年就是升6.9个百分点 这两个数字都不算高 如果大家有看每个月做的租金指数的节目 他们会发觉这两个数字 可以说是近这大半年里 是最低的数字 可见英国虽然租金还是继续上升 但是上升的幅度是越收越窄 那我们就看不同的地区 首先是北爱尔兰 是10.8个百分点上升了 都是两位数目都算是最厉害的 排第二就是Scotland 都是8个百分点 之后就是如果全英国的计算 但是不包括伦敦 就是7.6个百分点 而至于全英国 也计算伦敦就是6.9个百分点 即是说伦敦反而是拖累 托衰加 另外就是威尔斯亚最低 只不过是上升了4.9个百分点 虽然我说只不过 但也很夸张 最近好像香港公务员都说 一加3% 好像也不太高 即是如果你的薪金加3% 但租金即使是一年加4.9个百分点 都会是不少的 我们再看比较多人关心的英格兰 在这么多个regions里 最多的日格升幅 最高的按年升幅就是 10.1个百分点 是来自西密德兰 之后都没有一个地方 是超过10% 最高就是Northwest 之后就是North East 最低就是Southwest 只是上升了3.4个百分点 这个报告和稍后会说 Supra的报告 它们的连结 我会放在今集的简格 大家如果有兴趣详细看这个报告 可以上去上面慢慢讨论一下 如果看影片版的朋友 可以看到画面上 逐个地方看完数字 停了画面就可以慢慢看 但整体来说 你会看到数字不算很标青 除了西密德兰算是比较一只独秀之外 其他都算是普普通通的 如果我们看了这么多个月来说 都不算是零射夸张的升幅 这里还有一个地图 就是用不同深浅的绿色 去代表岸年的变化 越深绿色 当然就是反映着 那个岸年的升幅 是越强劲的 在这里 你看不到一个很明显的pattern 即是 好像梅花间足 有些地方就浅色 一些地方深色 如果大家了解 每个地方 它们的岸年的变化 岸月变化和平均租金 同样地 都可以停了画面去慢慢看 在这里我们谈谈伦敦 花一点时间谈谈首都的情况 平均租金2138磅 概会要超过2000磅 全国数字的一倍 在伦敦租楼真的很大负担 岸年升幅是4.9% 不算高 当然不同地区又不同 例如在伦敦 最强劲的租金岸年升幅 就是伊宁 在西伦敦的地方 有些人说它是什么英国太古城 或者在伦敦太古城 因为那里多日本人居住 另外交通也很方便 有不止一条的underground 是贯穿这个地方 所以都很多人选择这个地方 我都认识一些香港朋友 他们是住在伊宁的 那个地方按年的租金升幅 竟然是达到16.4% 很夸张 一年升十几个% 人工也未必加了这么多 那怎么办呢 这里是有个图 显示了不同的地方 在伦敦的 他们的平均租金和按年的变化 有些很强劲 两位数 都不少的 Macroydon Elling Anfield 这些全部都有 Hunslow Richmond 都有 但都有些是负数 例如负数最强 这里应该是Warnsworth 都是在伦敦的西面 可以看到 有升到十几个% 跌到4.4% 可以说 伦敦的租金变化 真的挺悬殊的 在不同地方 出现的情况 都可以挺不同 接下来看看Affordability 就是租金的可负担水平 他的量度方法 是看看租金佔了租客收入的 多少个% 即是说 你的薪金越拿得多 出来交租 即是证明 情况越不理想 现在的数字 最新全英国的数字 是33.5% 他这里写的按年变化 是-2.1% 大家不要以为 负数就轻松了 负数即是说 情况是严重了 即是说 租金佔收入的比例是高了 所以负数即是说 是不好的 而且这个情况 是正在恶化的 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里面 黑色那条巴 就是说 全英国 由2018年到现在 每年的5月 拿个数字出来做一个比较 而图红色那条 就是大伦敦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这两年 都是上升 可见 可负担水平 是越来越恶化 我们再看看这个地图 便会发现 可负担水平 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模式 或者pattern 可以这么说 一个分布 全部南面的地方 包括韦尔斯 都是最深色的 表示租金占收入的比率是最高 中间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中部至北部的英格 好一点 上到斯克兰 上到苏格兰 又再前色一点 就是又再理想一点 如果各位想着来英国定居 而你是想着租楼的 打工仔有收入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 想想你会不会想交租交得舒服一点 还是觉得我可以负担高一点的租金 可以想想哪些地方适合自己 看这些分布图 就一目了然了 以上看完Homlet这个机构 他们的数字 就要看看Supra Supra 它们也是一个放盘平台 掌握了很多放盘的数字 所以从他们的数字 可以看看英国的租金 究竟最近的变化是如何 首先我们看看主要的数字 原来按年变化只是6.6个百分点 就是上升 但只是升6.6个百分点 这个数字跟以前高峰期差很远 在2021年10月 那时按年租金的升幅 是达到16% 现在只是跌至6.6个百分点 可以说是高位 即疫情期间是回落了很多 而伦敦是带领着回落的 和刚才Homlet的报告一样 它只不过是上升了3.7个百分点 伦敦的租金按年的升幅 可以看到是真的非常小的升幅 不过需求方面就很大了 现在平均来说 每一间出租的房子 有15个家庭去到稳定 即是说供应和需求 可以说是1比15的夸张程度 在疫情之前 因为当时市场比较正常 通常都会用疫情前又比较 那时只不过是平均来说 是6个家庭对1个租盘 可以看到是double也不止了 接着我们看看全国分布图 这个是SUPRA他们做的 但他们的数字是2024年的4月 只不过是6月发布 和刚才Homlet有差了一个月的偏差 可以做个参考 大家看到最高的是North East 上升9.5个百分点 之后就是Scotland 9.3个百分点 你见到数字上分布 最高的跟刚才Homlet的不尽相同 但也有些接近的 例如伦敦也比较低 3.7个百分点 这个就是按年的变化 另外大家可以在图的右上角 我见到他们精选了一些 城市他们的租金和租金的按年变化 最高的是纽卡数 是上升8.10%的 其他都是不到两位数 例如爱丁堡只是9.1% 然后修咸顿只是8.3% 再到最低 在这里那么多个地方 最低就是贝尔法斯特 Belfast 只有3.7个百分点的升幅 而至于全英国是6.6个百分点 但不包括伦敦的全英国 就是8个百分点可见 同样地伦敦都是妥随家 都是领便拖低了全英国的升幅 接着我们看这个图 大家看到一条深紫色的线 就是反映着租金的按年变化 你会看到最高峰期 是2021年尾至2022年初出现了 去到2022年下半年 基本上数字已经开始回落 现在已经回到大约2021年年中 至下半年的水平了 如果继续下跌 可能很快就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也不出奇了 Super他们的分析 就是说需求似乎 已经开始慢慢减弱了 因为疫情的一次性影响 开始慢慢消退 而另外就是安揭的息率 已经跌到低过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会刺激更多人 考虑去买楼 宁愿供楼 所以令到需求放缓 但为什么也会出现 刚才我们所说的 15个家庭 对一个出租单位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供应仍然有点紧张 如果和疫情前比较 都是大约比疫情前低了3分1 虽然最近的月份 已经是看到 开始慢慢有供应的增加 但也需要时间 是令到整个供应数字上升 所以在供应两个的比较里 虽然需求有下降趋势 但供应方面 并没有大幅度去舒缓 所以供应仍然供应的失衡情况 都是继续存在 另外一个Superman的观察 就是某些城市 甚至是出现了轻微下跌 如果整个季来说 就是上一季来说 不只是逐个月计 例如纳定林是跌了1.4% Brighton是跌了1.1% York是跌了0.4% Glasgow是跌了0.4% Cambridge即劍桥是跌了0.3% 而伦敦整个季度 上个季度也是跌0.3% 可以看到 这些个别城市或地区 都开始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在租金上 如果各位观众认重 你们是业主 你拿业出来放租 可能你们会觉得 这未必是一个好消息 但如果你们是租客 你们可能会觉得 似乎有曙光了 会不会越来越容易负担 会不会有后到某位置 我转租 可能还是随便有精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再看租金佔收入百分比 刚才提到Homeless 已经见到上升 情况也是恶化 看这个图 来自Super 大家见到情况也类似 它分为不同地区 都会见到 大致上两三年 都持续上升 而最近的数字 都可以这么说 是历来最高的地方 除了伦敦有点不同 伦敦可以说 和历来最高位置 是差不多一样 其他地方基本上 都是高过之前的位置 展望将来 究竟租务市场 会是怎样变化呢? 首先一个消息 就是因为国会解散 准备大选 令到有些法例 排不到上去的议程 Leasehold的法例 是最后紧紧过到 但是 那条叫做Rental Reform Bill 的租务改革条例 就过不了 因为赶不及 就可以通过了 国会已经解散了 这个 大家都估计 将会有机会 新的国会年度 会卷土重来 到时 会不会回到新景象 绝对有可能 因为到时 可能国会上的 多数党 已经是转了手 可能已经由以前 保守党 转到工党 也不奇怪 很视乎 工党他们 对于租务的政策 有什么看法 对房屋政策 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个很大因素 可能会影响到 这些长远来说 无论是需求的下跌 和供应的上升 都是需要时间的 这可能是一个 相对上慢点的因素 但是 慢慢 理论上应该会看到 情况 是越来越有改善的 今集和大家 分享了两个机构的数字 我们来看看全英国不同地方 他们的租金变化 在上一月的情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任何观众请重 你们都是属于租客 你们怎么看 你们所居住的地方 租金变化 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 多谢你收听和收听今集的字幕 记得comment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